在Windows 11中设置并使用 扫描到网络文件夹 使用HP OfficeJet Pro 9010、90101、9020和9020E一体机系列 步骤一 创建共享网络文件夹 从Windows电脑上设置一个其他用户或设备 可在网络上访问的共享文件夹 右键点击要创建文件夹的位置 选择新键 然后选择文件夹 右键点击新键的文件夹 然后选择属性 选择窗口顶部的共享选项卡 然后选择共享按钮 在选择要与其共享的用户窗口中 选择下拉菜单并选择所有人 然后点击添加 将权限级别设置为读写 然后点击共享 在网络发现和文件共享弹出窗口中 可选择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访问 现在 文件夹属性菜单 将在网络文件和文件夹共享部分 列出网络路径 记下网络路径 因为与用户或设备共享文件加时 将使用该路径 步骤二 设置扫描到网络 确保打印机与电脑 连接至同一网络 然后在Windows中搜索 并打开HP Smart应用程序 如果没有安装HP Smart应用程序 可从123.hp.com下载 或在应用程序商店中搜索 在HP Smart应用程序主页 选择您的打印机 打开选项菜单 在窗口的左侧 选择设置下的高级设置 打开嵌入式外部服务器或EWS 在EWS顶部 点击扫描选项卡 打开扫描设置 点击扫描到网络文件夹 然后点击网络文件夹设置 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新建文件夹图标 输入显示名称 然后输入之前扫描文件夹的网络路径 点击下一步继续 在登录身份验证选项下 选择始终使用以下凭据 在授权要求下 输入您的电脑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想要从该打印机限制扫描到网络文件夹 在安全片选项下添加安全片 点击下一步继续 从以下窗口中选择所需的默认扫描设置 然后点击保存并测试 如果显示红色圆圈中的简号 则该文件夹不可用 点击编辑 调整设置 直到不再显示红圈 成功测试后点击确定 然后关闭EWS窗口 步骤三 从打印机控制面板扫描至网络文件夹 将文档元件放在扫描仪玻璃板上 或者放入自动送稿器中 在打印机控制面板上 触摸扫描 然后触摸网络文件夹 对于选择网络文件夹选项 选择要接收扫描结果的文件夹 如果之前创建片码 则需要输入该片 要更改扫描设置 触摸设置图标 根据需要调整另存为和文件名字段 然后按发送 扫描结果将显示在最初创建的网络扫描文件夹中 点击YouTube中的播放清单选项卡 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 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